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薛科也不能为第九十一回 纵银新宝禅宫设计部一阵宝玉望谈禅 宝禅奉下金贵之命 夜里给薛科送几样酒果 说出 服侍得着大爷就服侍得着二爷这样的 不能不令人猜疑的话 之后 本已离开的宝禅又返回 舔破窗尺偷窥薛科 薛科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 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 这句话仍是宝禅的语 一 薛科知不作声装水 又隔酒两句话时 又听得外面似有哐声道 天下哪里有这样没造化的人 薛科听得是宝禅又似是金贵的语音 这才知道 他们原来是这一番意思 翻来覆去 直到五更后才睡着的 诗经上说的 窈窕说女 妩媚求知 求知不得 妩媚私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薛科在床上翻来覆去 不是求知不得 而是在得与不得之间做思想斗争 得 怕这是个坑 他设下这个毒法 要把我拉在浑水里 弄一个不清不白的秒 也可知 不得 心里又有点痒痒的 甚至有点不甘 二见美色 薛科心中一动 四日一早 宝禅来薛科窝收回昨晚细致 却故意显示其性感薛科只得起来 开着门看时 却是宝禅 拢着头发 沿着怀 穿一件片颈边琵琶金小紧身 上面细一条松花绿半心的旱金 下面并未穿裙 正露着十六红洒花加裤 一双新秀红鞋 拢着发 沿着怀 紧身小衣 洒花加裤 露着新秀红鞋的古代 女子这样的打扮 等于如今的着思智睡意见客 因此 薛科有了不一样的反应 原来宝禅尚未出席 恐怕人见 赶早来取家伙 薛科见他这样打扮 便走进来 心中又是一动 值得陪笑问道 怎么这样早就起来了 与头天晚上宝禅问话 薛科装聋作哑不同 这回是薛科主动问话 宝禅却不应生了 宝禅把脸红着 并不打眼 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 端着就走 见此 薛科也就把念头收了 他是不是有些暗暗失望 就不得而知了 三倍金贵了 薛科浑身乱颤此后 夏金贵不再让宝禅试探 而是亲自出马 第一零零回破好事相邻结身恨被远嫁宝玉感离情 有次薛科在外喝点酒 却说没喝 金贵缠入他不放金贵道 不喝也好 强如 向你哥哥喝出乱子来 明许了你们奶奶儿 像我这样守活寡受孤单呢 说到这里 两个眼已经密歇了 两腮上也觉红韵了 薛科见这话越发邪屁了 打算被要走 金贵也看出来了 那里容得 早已走过来一把拉住 薛科急了道 嫂子放尊重些 说着浑身乱颤 金贵索性老着脸道 你只管进来 我和你说一句要紧的话 这里面 最奇怪的就是薛科被夏金贵抓住后的一样举动浑身乱颤 他为什么这么激动 是怕 怕被别人看见拉拉扯扯而惹来非议 可能 但更可能的是 他怕金贵 怕他是老虎 自己是绵羊 怕自己终于抵挡不住坠入与嫂子乱来的坑里 好在 是香灵的意外 出现解了薛科的围 却也破了金贵的好事 这也引起后来的让人意外 却畅快之事 夏金贵心狠香灵 想夏要毒死他 不料 毒汤被宝禅意外掉包 金贵喝了自己下的毒 一命无辜 好了 以上就是薛科与夏金贵 宝禅间的一段故事 说起来 薛科基本抵挡住了女色诱惑 虽然中间有犹豫 甚至曾动心 总体上看 薛科 挺隐蔽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